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着乾隆皇帝的实权武功之二 那就是啊,平定这准嘎尔部蒙古的达瓦齐部 有人说你这都开书两天了,也没见你讲达瓦齐部哦 哎,别说达瓦齐部了,你连准嘎尔都没讲 咱们不是得先把这蒙古诸部和这清王朝的关系讲明白了吗 我呀,给您捋顺喽,哎,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不耽误您多少功夫 这样啊,您听之后的书就不会犯迷糊 得嘞,咱们呀,既然说到这儿了,闲言少续,咱们书归正传 咱们今天就得说说这,墨西蒙古准嘎尔部了 咱们要是说到这墨西蒙古啊,咱还别说远喽 咱们就说呀,现在还是咱们家的地方 咱就说这天山南北的大片草场吧 您现在想啊,您怎么想,那儿也不是蒙古啊 您现在啊,怎么想,也想不到蒙古族同胞去 对呀,我们新疆好地方嘛,那儿啊,都是维吾尔啊 哈斯克同胞 可是我还别不告诉您,在那会儿啊 这墨西蒙古一直被一只蒙古部落统治着 并且这地盘啊,也不止于天山南北 往北了说呀,一直到这个俄尔齐斯河,厄碧河和叶尼赛河的上游 南呢,一直到天山地区 往东呢,就得说呀,到这个阿尔泰山和这个蒙古 杭爱山分界线上 西呀,一直到巴尔喀什湖地区 那这个隔壁大漠以西到底是游牧了哪只蒙古部落如此的豪旺呢 我一说您就明白,这话啊,还得留到前明书 在前明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只蒙古部落 那简直啊,是让这个大明王朝闻之丧胆 哎,您是名粉啊,我也得这么说 哎,皇上啊,多少人逮起来掠跑了 哎,这只蒙古部落叫什么呀 叫瓦剌,对喽,要说这瓦剌的厉害不厉害呀 反正啊,这垮抽大明朝啊,抽的是挺狠 不过呢,他也有对手,他也有打不过的人 那么谁把这蒙古瓦剌布拿捏住了呢 要说呀,这横人还得恶人魔 击垮了这瓦剌布的,也是一只蒙古部种 叫做达达布,这瓦剌布啊 让达达布一顿垮抽,哎,分裂了 有一大只啊,就迁移到了墨西 在这个历史上啊,就被称为了威拉特蒙古 没过多久啊,大哥齐也就是明目清楚的时候 这威拉特蒙古在墨西啊,又分成了四部 从这实力上划分的分别就是准嘎尔布 和硕拓布,还有啊,就是图尔霍特布 和这杜尔伯特布 这四个部族啊,加在一起就被称为墨西四部 也被称之为啊,这墨西威拉特 转眼呢,就到了十七世纪,准嘎尔布是越来越强大了 于是,他将这个图尔伯特布向西逼迫 并且啊,把这杜尔伯特和这个和硕部等部啊 一直就轰到了福尔加河的下游 也就是轰出了这个墨西地区 做完这些之后啊,他还对外扩张 抢占了青海和西藏的大部地区 这会儿啊,就跟清蒙朝有了利益的摩擦了 您可别忘了,这青海和西藏啊 那可是啊,大清的版图之内 那可是咱们中国的地盘 不但如此啊,这准嘎尔布还翻过了天山 攻占了这个伊斯兰派的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地盘 也就是啊,现在新疆的大部土地 这会儿呢,这准嘎尔布对外宣称啊 也并不是说自己是蒙古准嘎尔布了 他对外宣称自己叫做准嘎尔韩国 据说啊,在即盛时期啊 这准嘎尔韩国啊,达到了四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可是啊,这蒙古诸布啊 他本身就靠争斗 对这个权力的欲望很高 他这个准嘎尔韩国啊 那今天是这个部族的首领为大韩 那有可能到了明天就换为另一个部族的首领为大韩了 虽然这地盘挺大 但实际上挺混乱的 一直啊,到1653年的时候 这巴托尔魂胎记啊,去世了 其第五子森格呀,就继承了胎记 他这众兄弟们啊,都不服 于是就起兵反叛 内战爆发 到17世纪60年代的时候 这森格才平定了叛乱 但是啊,在1671年 他被他的两个哥哥啊 车臣和这个卓特巴巴图尔 这俩人联合起来啊,给暗杀了 哎,这会儿啊 森格虽然有三个儿子 不过呀,年纪都还小 于是众人呢,就想起来 这森格呀,他还有个弟弟 这弟弟叫什么呀 哎呀,这弟弟的名字 您一定得记清楚啊 这就是啊,这康熙皇帝 这一辈子恨得牙根子巴掌长的 一个蒙古人 他的名字就叫做嘎尔丹 那么说呀,这嘎尔丹 现在这会儿他可没在这墨西 他在哪儿啊 他在这个西藏啊 潜心修习藏传佛教 他和这个森格呀 那可真正是亲兄弟 哎,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不但是同父,而且是同母 他的步众啊 来到西藏 找到他之后 跟他商议这个对策 他想啊 他是得付出了 要不然啊 这墨西蒙古大片的草场啊 就真被那两个叔叔的哥哥呀 给吞并了 于是啊 他就赶紧找自己的老师商量 他要问问自己的老师 能不能下山魂俗啊 去处理自己的国事 书中代言 他老师可了不得 他老师啊 就是武士 达赖喇嘛 这达赖喇嘛 看了看呢 跪在自己坐前的这位爱徒 叹了口气说 哎,你呀 慧根很深 本是学佛的奇才 怎奈你沉冤未了 既然是这样啊 我也不强留 你呀 随他们下山去吧 就这样 年轻的 赶尔丹慈悲的老师 和自己的部中下山呢 就回到了墨西蒙古 哎 到了墨西蒙古之后啊 还就真没费什么劲 三下五除二就除掉了车臣 并且呀 把这卓特巴巴吐尔啊 和他的部中啊 就一直轰到了青海 这下踏实了 这赶尔丹呢 就自立为准赶尔汗 一下子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诸部 那么这么一来呀 这赶尔丹您这大汗也做了 韩国也建立了 您的老师达赖喇嘛 也承认你 并且呀 册封这赶尔丹呢 为这个赶尔丹 博硕科图汗 那你就踏实的过日子吗 不 这赶尔丹呢 他可是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您要说呀 咱们早期说过的 这个林丹汗有野心 这林丹汗呢 是有这心的没那命 为什么呢 手腕不行 能力不行 最后啊 还只能是按其按别 死了之后啊 还被这黄太极 把拔个媳妇给分了 这赶尔丹呢 可不一样 赶尔丹呢 有的是硬手腕 他当上大汗以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啊 那就是要稳固自己的大汗之位 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按照蒙古的旧习啊 他这个大汗之位来的不正 也就是说呀 他并不是准赶尔汗国 真正有资格做大汗的人 那么有资格做大汗的人是谁呀 那得说呀 是人家森格的儿子 也就是说呀 是这盖尔道的侄子 那最合法的 那就得说是敌长子了 谁呀 这个人你也不陌生 这个人啊 叫策望 阿拉不谈 对了 咱们讲这个大小金川的时候啊 咱们还总提这个人呢 当年啊 奉这个亲命福远大将军印提之命 沙罗班呢 带着五百葬兵出到青海 与这个清军会合作战 那平叛的就是策望阿拉不谈之乱 您看呢 咱们讲着讲着 这联系都来了吧 不给您捋清楚了 您能听得这么仔细吗 1688年 这赶尔丹呢 先设计杀了这个策望阿拉不谈的弟弟 也就是僧格的另外一名儿子 叫做什么呀 叫做索诺布阿拉不谈 这一下子 这策望阿拉不谈吓坏了 于是啊 就在这个几个旧臣的陪同下 率着五千步众 逃至了博尔塔拉和一代啊 修生养息 这韩文一旦坐稳呢 这赶尔丹呢 又开始了对外的扩张战争 这回啊 他可没选好接风 这一年啊 就是1688年 赶尔丹呢 突然率兵越过了抗爱山 大举进攻的吐泻涂寒 于是啊 就迫使这个 卡尔丹蒙古是率部难迁 这一下子 就直接导致了 漠北蒙古归顺大清朝 这卡尔丹布归顺了大清 这事就好办了 康熙皇帝不能眼睁睁着 再看别人戏扰自己的国土 就这样啊 这清朝才在漠北蒙古驻军 为的就是防御这准嘎尔布的东清 没过几年 到了康熙30年 这康熙皇帝就在多轮会蒙 那为的无非是以下几件事 首先说要庆祝一下 整个漠北蒙古归时的大清 大清的版图一下子又增加了不少 其次呢 就是明确了一下敌人是谁 这敌人是谁 那必然是不断扩张 不断东清的准嘎尔布蒙古 再者一来啊 就是警告一下这凯尔丹 除了你墨西蒙古以外的整个蒙古啊 都已然和大清国是一个心了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 那要是对不起你来啊 那不是一件难事 所以说呀 你最好啊 是归春大清 要不就呀 就老老实实在你的墨西蒙古待着 那么这凯尔丹到底听不听康熙皇帝这套呢 嘿嘿 这康熙皇帝呀 是低估了嘎尔丹 想瞎了心了 这嘎尔丹呢 正在叙事待发 整顿兵马 这燃燃战火呀 很快就要烧变整个蒙古草原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史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